可能每个人每个国度他们的眼光都是不一样的 他们对于一个人的美丑都是自己国家的定义 像是外国人都喜欢追捧的东方面孔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确实不那么出色的 就像是著名的那几个名模 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都让人望尘莫及 但是在我们国人看来他们甚至长得有些不尽人意 但是在外国人的眼中看来他们就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这也展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审美观有很大的不同 在我们的印象中非洲人的长相让我们表示无法沟通 因为他们皮肤有黑而且头发都是弯曲的 不仅如此他们的嘴唇特别的厚 再加上他们的面部特别的圆 因此给我们的视觉感感感官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抖音上一位非常漂亮的非洲新娘却刷新我们的三观 她和以往的非洲人的长相并不一样 我们印象中的非洲人都是长这个样子的吧 不仅又黑而且长得也不好看 但是这位新娘在视频传开之后也迅速走红 她假到了中国 但是因为她天生就长得非常漂亮引起了化妆师乃至造型师的惊叹 还将她发到了网上 非洲新娘就像我家的羊娃娃 摄影师是这么说的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颠覆你的三观呢 这些网友表示看了这个非洲人之后确实刷新了三观 以前对非洲人的印象都太差了 他们也蛮粗鲁 甚至对人不太友好 但是这个非洲新娘却让我们眼前一亮 因为她长得特别像芭比娃娃 不仅脸型非常的漂亮 还是那种瓜子脸 而且眼镜特别大 肤色也不是非常有黑的那一种 而是像是比小麦色再深一点 她的嘴巴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嘴唇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厚 因此给人的印象很好 再加上她穿上了婚纱 她完全就是一个美丽的新娘子啊 让人太惊讶了 像五官这么精致的非洲新娘应该非常少吧 这也颠覆了我们对非洲人传统的认知 这个非洲新娘走红之后 许多人表示 如果要让我娶个非洲新娘 像这种的给我来十个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像这么漂亮的非洲新娘 非洲能有几个呢 而且还嫁到我们中国 这个非洲新娘的丈夫 你可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女孩 确实长得太像洋娃娃了 大家对于这个女孩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是不是觉得以前都认识的非洲人都是假非洲人了 最美非洲新娘火了 网友称就像家中的洋娃娃 看完刷新三观 но randons娃娃娃 对于这个女孩有什么感受呢 没错